在肖战很多国内粉丝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海外的粉丝已经为肖战连续打榜多月 并且又一次为肖战拿下了是首帅的名头 其实肖战得到这个称号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 毕竟今年是他蝉联是首帅的第五年 并且获得了1400万多张的票 真正做到了他口中的破戒、跨戒、闯世界 这个称号的获得与国内追星人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这个投票首先就限制了地区 国内粉丝很难登陆外网进行投票 所以当肖战的票数是1400多万张时 他的海外粉丝数量有多庞大就可见一般了 其实有一件事情说出来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肖战根本没有在国外有过训练 与娱乐圈很多艺人是从韩国集训归来不同 肖战那绝对是正儿八经的经历国内完整的教育之后 踏入娱乐圈也是扎根在国内 不要说去韩国之类的造星大国训练了 就是作为交换生都没有过 可即便是如此 肖战的海外影响力却比其他有过海外工作经验的人大得多 曾几何时肖战在国内有深和动静 他分分钟就可以登全球热搜 具体甚至可以划分十来个国家 如此多国家的媒体与网友都在关注肖战 这对于肖战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又一次跨界的机会呢 从陈情令在海外热播 开始肖战的名气就不仅仅仅限于国内了 这部作品带着肖战在多国热播 吸引无数观众喜欢上魏无限的同时 肖战也拥有了无数粉丝 他们会短暂的音系移情到肖战身上 可在真正了解肖战之后 他们会真心实意的喜欢上这个中国正统大帅哥 事业上肖战近几年来都不断的在海外输出自己的各类作品 剩何一部作品 但凡是有过肖战参演都免不了的会出口海外 随着这些作品在海外的热播 肖战的人气也是水涨船高 更何况肖战还有那么多国际高奢品牌 枯器和TADS双品牌联合邀请肖战参加时装周 那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肖战也是凭借着诸多高奢在国际有了越来越高的名声 抛开所有的一切不谈光凭肖战那张脸就足够 粉丝们为他疯狂 要知道在肖战寂寂无名之时 就有人如此评价燃烧吧少年中的肖战 貌美而不卖弄温柔而不软弱隐忍 而不炫耀绝相而不尖锐 这一段网评发布于2017年2月7日 那时候的肖战可以说素得不能再素了 甚至于他的眼神仍旧有龙丹妮口中的温吞 但肖战的容貌却是毋庸置疑的 有着高级趣味的人就是能够慧眼是珠 光看肖战的外貌貌美而不卖弄 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更何况红气养人 走红过的肖战有了更加完美的身材管理 他会克制自己的饮食锻炼自己的体魄 肖战那更好的素身和愈发强烈的自信 他整个人都与五年前不一样了 肖战越来越红而他也越来越帅了